乌漏偏逢连夜雨,船池又欲打头风 就在后勤国主姚兴,因为自己的糊涂决定丢了梁州之后不久 深受姚兴重视的刘伯伯也叛变了后勤 刘伯伯原本可是漠北铁福部首领刘魏臣的公子 公元391年,漠北的铁福部被北魏攻灭了 刘伯伯侥幸逃脱 所以这个北魏和刘伯伯那是世仇 姚兴颇为重视刘伯伯,任命刘伯伯为安北将军 五员工,还把西北地区的五个鲜卑部落 以及部分湖汉杂居的两万多户人都给了刘伯伯统领 让刘伯伯镇守朔方 到了公元407年的5月 越来越爱好和平的姚兴主动派了使臣 要求和北魏讲和 北魏的雄主拓跋归同意了姚兴的建议 两国自此以后就结束了多年的敌对状态 恢复了崩交 前秦还把扣在长安多年的北魏使者贺迪干 送回了北魏 投桃报李 北魏也把在柴臂之战中 俘获的后勤将领迪伯之等人还给了后勤 姚兴对于自己这个化干戈为玉伯的举策非常的满意 对于信佛的姚兴来说呀 这么一来可以少杀多少生 多积多少德呀 信佛多年 姚兴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菩萨了 也许姚兴的感觉是对的 因为正是他这一善举 让他从此变成了个尼菩萨 所谓是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就在得知后勤和北魏交好的消息之后 刘伯伯可是大为震惊 刘伯伯心想 这要是拓跋归 让姚兴把自己也给送过去 那姚兴会不会就范呢 想到此事啊 这刘伯伯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马上就决定 老子要反叛后勤 正好赶上当时的柔然 给后勤进贡了几千匹战马 要经过刘伯伯的房地朔方 刘伯伯说是吃那是快 当即就派人阻击了柔然人 横刀夺马 把这些战马据为己有 随后刘伯伯也没耽搁 召集了布众 假装要去看看自己的岳父 莫义干 姐姐就把这老岳父给杀了 吞并了莫义干的布众 至此 这刘伯伯算是演出了 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在袭杀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兼老丈人莫义干之后 公元407年的6月 刘伯伯自称天王 大蝉鱼 摄制百官 定国号为大下 十六国之一的胡夏政权 自此建立了 刘伯伯对外是这么宣称的 他之所以要起兵 那是因为后勤 跟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 北魏结盟了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因此他也必须与后勤为敌 为自己死去的父亲和家人报仇 不过这个理由啊 听起来很荒谬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要报仇 你刘伯伯就应该找你的杀父仇人 拓跋龟直接去报仇 但是纵观刘伯伯一生 刘伯伯这人都对拓跋龟 以及拓跋龟的子孙为之如虎 而只会对当初救了他的老丈人莫义干 和培养他的恩人摇心如狼似虎 称王之后的刘伯伯 先是征服了周边的几个鲜卑部落 收降了一万多部众 接着又进攻后勤的三城 以及三城以北的几个边境要地 三城就在今天的陕西延安东南 在三城这儿 刘伯伯斩杀了后勤将领多人 打了几个胜仗 刘伯伯手下的将领就开始劝他 说大王咱们不如定都在高平 以高平为根据地逐步向外扩张 但是刘伯伯此时的看法 却与众不同 刘伯伯跟手下人讲 我们要发挥出骑兵的机动优势 出其不易 敌救前则积后 敌救后则积前 使敌军疲于奔命 而我则行动自如 如此不出十年 河东之地将尽归我所有 等到姚兴死了以后 姚兴的儿子姚红 不过是个平庸的小儿 我就能有机会夺取长安了 这些我早就算计好了 手下这些拍马屁的将官是 纷纷探服 自愧不如 的确 刘伯伯的人品虽然遭人鄙视 但此人的见识却不得不让人仰视 在此之后 刘伯伯带着他的骑兵队伍 用他这套独特的游击战术 不断的骚扰后勤 岭北河东之地 你来我就白白 你走我就回来 来去如风 神出鬼没 搞得岭北各大城池 白天都不敢开门 刘伯伯就像一只马蜂 在后勤这个壮汉上 到处遮咬 你一赶我就飞 你一停我又来 姚兴对刘伯伯是 烦不胜烦 一筹莫展 也只能无奈的叹息说 我当初不听我弟弟姚雍的话 已至于此 除了后勤之外 受到刘伯伯打击的 还有南梁 其实啊 刘伯伯一开始 是准备和南梁结盟 一起对付后勤 所以刘伯伯 请求和南梁国主 突发乳坛联姻 没想到这个骄傲的突发乳坛 拒绝了刘伯伯 刘伯伯当即大怒 既然你对我爱搭不理 那你就别怪我 把你打到卧床不起了 于是刘伯伯立刻率两万骑兵 入侵南梁 劫掠了数万的百姓 和大量牛羊之后 从容返程 南梁国主突发乳坛 率军追赶 两军在武阳下辖一带 大战了一场 这个武阳下辖 就是今天的甘肃静远 结果南梁军大败 伤亡万余人 打了胜仗的刘伯伯 下令将敌军的尸体堆积成山 称之为骷髅台 之后刘伯伯又多次击败了后勤军 而且是越打越强 成为姚兴在北方的又一大劲敌 这个世界啊 就像是个天平 有人得意 就会有人失意 就在刘伯伯走向人生巅峰的同时 刘伯伯的杀父仇人 仅仅比刘伯伯大十岁的拓跋龟 已经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最近这几年 拓跋龟本来就桀骜不驯的性格 似乎变得更加的喜怒无常了 之所以会这样 史书上写说拓跋龟是服用了寒石散 寒石散在当时是这么解释的 别名叫武石散 配方有五个 分别是中乳 硫磺 白石英 紫石英 和赤石脂 武石散的功效呢 是提高情绪 让人心情愉悦 增强体力 让人身清如燕 美容养颜 让皮肤白赞如玉 催情壮阳 让人久战不疲 相传这寒石散始于汉代 不过真正流行 那是在魏晋时期 据说当时以风度闻名的曹魏清潭家们 都是韩石散的倡导者 之后 这个韩石散就迅速在贵族圈里流行开了 什么姬康啊 裴秀啊 王羲之 这些顶级名士 都是韩石散的忠实英顿 因为韩石散价格高 发散起来又极为讲究 非富贵之家不能承受 故而主要盛行于上流社会 那拓跋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韩石散的呢 由于史书上没写 咱也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最初 凭着太医令阴枪的精心条理 拓跋龟似乎吃了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好景不长 阴枪没几天就死了 在没人能控制韩石散的毒妇作用之后 拓跋龟的行为举止就开始乖张了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正常 那几年啊 北魏国内是雷击暴雨天灾频发 上天也经常出现一些奇异的星象 这些都让拓跋龟心里不安 有时候拓跋龟是整夜睡不着觉 有时候几天都不吃饭 有时候则不停的自言自语 他这人本来就猜忌多疑 现在更是怀疑一切 这人本来就凶残世杀 现在更是随意诛杀 当时的常山王拓跋尊 因为醉酒失礼于太原公主而被赐死 而大将雨月呢 因为衣服过于华丽 行为举止向君王而被杀 大臣狄贺干 因为穿着和语言类似于枪人而被杀 而大将莫提 则因为被人告发 在家里傲慢 形同国主而被杀 魏王拓跋仪见皇帝如此的残暴 心情不安 害怕受诛脸 所以就逃到了外地 结果这个拓跋仪被拓跋龟派人追上 直接赐死了 面对如此道行逆施的拓跋龟 被为宫廷内外的王公大臣们出于自保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 咱们下次就接着说说拓跋龟走向灭亡的最后一步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接着聊